白元也是吃了雄心抱子胆了 三番五次的挑衅刘伯温 这是作死的节奏呀 看来刘伯温不放大招是不行了 只见他这么一指 白元头上便多了一个金环 再念咒语 白元头痛欲裂 满地打滚 刘伯温说这是无定金环 我已从天书上参透 只要我一念咒语 你头上的金环便会收缩 让你痛不欲生 如果你真心忏悔 保证以后再不作恶 我便放了你 白元说只要你不再念了 我什么都听你的 刘伯温这才停了下来 主人 主人 如果将来有人能念无定金环咒的话 那那个人一定就是我的主人 于是刘伯温把白元收在身边 伴坐他的书童 专心修道 一起辅佐真命天子 另一边受伤的虫八还在破庙里 因伤口感染发烧 沐云准备带他看医生 就在此时元兵搜到了这里 沐云担心被人发现 拖着他躲到了供桌下面 元兵在搜查时发现了一条腿 召集其他人一起上前查看 真为虫八捏把汗 当元兵把桌布掀开时 看到的居然是两个石人 对 是两个石人 元兵走了以后 沐云问出了我想问的问题 他们明明看到了我们 为什么说我们是石人 虫八却笑笑说 可能是弥勒佛保佑我们 他着急回黄绝寺 沐云本想去找姐姐 看到虫八腿受着伤 还发着烧 不放心他一人回去 决定跟他一起走 经过一晚上的休整 虫八整个人精神焕发 才高兴没一会元兵又追来了 他们躲在篱笆下面 元兵没有看到他们继续往前追 虫八却被掉下来的花生砸到了 气愤地说 你们就应该 长在土地里面啊 你们应该上面开花 下面结果才对啊 话音刚落 树上的花生 纷纷掉落坠入泥土中 就因为虫八的一句话 为收割花生的农民伯伯 带来很大的麻烦 虫八和沐云终于回到了黄绝寺 赶紧打听李彪和秀英的下落 大师告诉虫八他们逃出去了 具体不知道在哪 生死未卜 大师还说秀英的父亲生前 有个朋友住在豪州 两人很有可能投奔他而去 虫八当即决定动身前往豪州 寻找秀英和彪叔的下落 临走前给大师深深鞠躬 感谢大师这么多年照顾自己 虫八去豪州的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来到一处废宅准备歇脚时 莫名其妙有石子打在脚上 回头看到是一位帅哥 不让虫八进去 说里面有妖怪专吸青年男子的洋气 跟妖怪一番斗智斗勇 两人结为好朋友 虫八要去豪州 问他要不要跟自己一起去 他却说要等一个脚踏七星的人 是自己未来要追随的主公 虫八好奇露出自己的脚心 果然有七星 这位帅哥就是虫八遇到的 第二位大将潘勇 怎么是第二位呢 那第一位又是谁呢 第一位就是跟虫八一起长大的汤河 去豪州的路上有一条大河 幸好上面有一座木桥 白原上去查看没有异样 虫八和木云走在中间时 木桥突然断裂 两人一起掉入了急流中 关注我 下集咱们接着说